我们工作人员现在正在对抹香精进行解剖 因为它的个体太大 所以必须分解成几个部分之后 再进行甲醛的固定 使它的腐败程序可以终止 固定的时间大约需要半年到一年左右的时间 固定之后我们需要按照松子化技术的程序 对它进行脱水 进肾硬化等等这方面的工作 全部过程估计需要四年的时间 才能把它完整的塑化保存下来 保存之后 它将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塑化标本